看完笑的 今天我们不吃它 今天我们吃猪虎花 红烧肉的做法和流派很多 南方常用酱油调色 而北方则习惯炒糖色 虽说红烧肉是一道很普通的家常菜 家家户户都会做 但是想要做的好吃却有点难 随缘食单里面还特意提到过 每肉一斤 用盐三浅 纯久未知 做的好的红烧肉应色红如琥珀 入口即化 今天我们做一锅浓油赤酱 肥而不腻 啪的一声拍在桌上都会抖三抖的红烧肉 自备纸巾 待会儿留着擦口水哦 花肉我比较喜欢买 超是一种分装好的 每一块五花肉最精华的部分都在这里面了 肥瘦均匀 一层又一层 堪称三斤三肥 首先准备炖肉料 葱姜花椒八角和辣椒 锅开大火烧油 油开始冒烟后 把炖肉料扔进去快速翻炒出香味 然后下五花肉一起翻炒 记得一定要把料充分炒出香味 再下肉哦 五花肉炒至变色之后 跟料一起盛出备用 不然往锅里丢一小把冰糖 利用锅里剩余炒肉的油把冰糖融化 融化一半后就要倒入刚刚炒好的五花肉 千万不要等冰糖融化到糊掉 那样反而会产生苦味 之后我们将五花肉和冰糖一起翻炒一下 按照三比一比二的比例 分别加入生抽 老抽和料酒 翻拌一下 加入开水 水要没过所有肉 一定要开水才可以哦 大火把水烧开后 转最小火 盖上盖子焖煮 30分钟后我们打开锅盖 加入鸡蛋 豆泡 或者其他你喜欢吃的东西 拌匀后再盖上锅盖 继续焖煮 20分钟后我们打开盖子 最后加入约半勺盐 转大火翻拌收汁 这里有一个小窍门 如果想让红烧肉更加的红里透亮 出锅前可以加入一勺蜂蜜 起锅的时间很重要 早起锅肉黄 晚了肉会变紫 吃起来瘦肉变硬 生扎会影响口感 所以我们要在最后 时刻注意收汁的情况 所有红烧肉都不如你 我如此坚定 你非而不宁 好吃不复杂 手餐也能做 我是只要你饿了 就会想起我的 深夜小鱼干 将红烧肉盖饭 看 满满一大盘红烧肉 无法言说 此时此刻的幸福感 红烧肉就是要配着米饭 大口大口的吃才带劲 加一块肥瘦相间的五花肉 再挖一口米饭 肥肉真的一点都不腻 红烧肉里面呢 我还加了鸡蛋和豆泡 你看 这个蛋现在就好像卤过的一样 它外表皮是那种淡淡的褐色 就感觉特别入味 我这里还有豆泡 这个豆泡里面吸了好多那种肉汤 我觉得你们如果尝试做的话 还可以加一些土豆 我们为摄影师吃一口吧 他已经馋的不行了 看看这块五花肉 慢点啊 慢点慢点 容易掉啊 如果你也想了解这本 权威著作里面的美食秘籍的话 就请关注我吧 这样你就不会错落每一期视频啦 拜拜